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如果有人说话 可能会见到我有点剪接的情况 还有今次我用了一部MacBook 16寸 用来做直播就顺利了很多 上次的星画会有些不同部份 顺便做一个错误示范 因为我用的是一部旧的Mac 如果你踏过ATEM Mini 做直播 那你就很麻烦了 可能你教好是对的 那些星画是同步的 但是可以做一做一做 那些时间会一直移动 不知为什么 即是同步不回来 其实我上次的视频也做了一些后期的 尽量去对对的 但是其实也是很难够的 那所以呢 用ATEM Mini 呢 其实都要留意你部电脑够不够快 那因为我介绍过一些朋友用 那有些朋友呢 那有些朋友呢 很快就放回去了 因为他发觉他部电脑搞不好 那他又不想买那部电脑 所以就是这样 因为电脑很贵的嘛 电脑其实是一万多元 那才有好一点的性格 那今次讲这个Cup House 其实原理很简单 我们先看看APP 那你开了APP 之后呢 你又会见到 那个版面很简洁的 那其实功能不多 你只可以开一间房 或者进去别人的房间聊天 那但是如果你想做到一个会员呢 就是可以进去玩呢 首先你要经电话号码 有人去邀请你 那么他会邀请你 就会经电话 一个短讯送给你 那你再进去Cup House 你才可以成功登入的 要不然呢 你安装了APP之后呢 就这样打好名字 再进去 那其实是没有反应的 你是进不去的 那初步玩法就是这样 那最基本的玩法是怎样呢 那我大部分人 都是可能拿着电话 就这样说 就这样听 或者用手机 那再不然呢 就可以用一个AirPods 做 就是 用来和别人聊天 听 那其实功能主要分开 是 你要有个 就是电话 一定能听到 但是要有个咪去输入 你才能和别人聊天 那如果想玩得到 那怎么玩呢 那我就可以 说回呢 我之前那部 用Zoom L8 用来做Cup House 那你其实你可以 我想到的用途呢 其实可能是 你可以自己开个电台 或者自弹自唱 或者和别人聊天 那 譬如你做主持的 那你可能 会有个好声点的 设计器 那可能 或者播一下歌 摘下底 然后等别人聊天 那都可以的 那这个是我想到的玩法 那其实 都还有很多玩法 那但是首先你要 去令到你那件事 Pro呢 就是真的要 有整个架构在那里 那你最起码要准备 可能 L8 有部Zoom L8 那我们可以 过去看一看 那我们现在看到画面 这部就是L8 那你要有一支咪 有支咪在那里 那L8 最特别的就是 它有一条线 可以插iPhone 那大家都可以看到的 那我们 我可以给你看一下 iPhone的画面 那iPhone就连着这条线了 那其实呢 我这个iPhone 这条线呢 这个画面呢 就其实是用AirPlay 就是我上一集介绍 就是用Apple TV 就这样射过去的 那我又在同时 搏 搏 搏着这个 这个 可以搏着手机 来一齐用 那这个手机 我要连着一条线 那就没办法 去插在那部电脑上 拿画面 那我再用Air 就是Apple TV AirPlay 这样 给大家看到画面 那 但是实际上的操作是怎样呢 那我们可以 可能 我可以讲解一下 那首先呢 我们要插到这边的画面 那首先呢 我们要讲一讲呢 我们要插支咪 那其实你插什么 插些乐器下去都可以的 那 最紧要的操作呢 就是我们这里呢 就是在Channel第七那里呢 你是用USB12 就是电脑的声 那你要留意这条Fader 这条Fader 这条Fader呢 就是控制电脑的声 那我推多推少 就是靠这个了 那譬如我可以做一做 一些示范 譬如我 我播YouTube的 那你 那 那情况就是和你 就是你在做 就是在用Cuphouse的时候呢 譬如你播一首歌 那样 想播个音乐箭底 那你就可以这样做了 可以推少少声给他 那我其实 我现在都可以一直播着那些歌 那我将来做直播的时候 可以这样做 或者做节目的时候 那你一直播着歌 那这个就是电脑的声 那可能你 需要在做节目的时候 或者在开Cuphouse的时候 想播一些箭底音乐 或者想即时播一些音乐 或者你是自弹自唱 唱卡拉OK的 你可以上网 立即搜索KTV半周 那即场在Cuphouse上唱歌 那你可能 你就需要用到 这条电脑的频道了 那接着呢 好了 那我还是先关掉 那我怕干扰了 因为后期不能搞 我这个是直录的 那接着呢 那我们再讲了 就是譬如你Cuphouse 你想听到声音呢 那譬如我随便走进去 一个英文网站 那看看有没有声音 那因为现在连了线 那大家 我随便 我按进去其中一个英文网站 那我试一下 再继续过去 那接着呢 它应该有声音的 好 那我想要再插一次 那我再拿回声音 要重新插一次 那你会看到呢 那你会看到呢 停一停 那你会看到呢 我可能你 我刚才应该是做节目的关系呢 它一插下去没有声音 或者你可能 因为我在AirPlay 那其实呢 你抹一抹它 再插下去 那它已经有声音了 那其实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可以直接做一个 再将这个 chat room share 出到YouTube 都可以的 那但是呢 其实在Cuphouse 是不容许的 那所以呢 我们还是尽快离开 那这个 如果你想离开这个 chat room 就按这个Leap Quietly 那我就离开了 那你会看到呢 那这个就是 Cuphouse的功能了 那大家要看回这个画面了 那刚才呢 我们怎么可以播放手机里面的声音呢 那其实手机里面的声音呢 就在我们的Channel 8 你记住 把这个按钮呢 一直按 按到USB的位置 因为它这里可以选择的 那留意一下 你有L8的话呢 你就会知道 这里有个位置 是第七、第八个Channel 就是一个USB 即是用USB去连续手机的位置 那你记住 我们要拍到这里 才有反应 那我们推这些声音呢 是给自己听的 但是有个问题呢 就是 譬如你推这个声音 就给自己听 那你听别人的声音呢 即是你推这个 第八这个Channel 就是你是听别人的声音而已 你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那在Cuphouse里面呢 所以呢 就要留意一下这件事 你首先要确保 你那个Channel 1 那里有声音 你可以试的 其实你看到 如果这个讲话 譬如我们现在试试 试试 试试 我们先试试 我们试试 试试开一开 新房 这样 那 那 那 你会看到 你讲话 它会斩下斩下 那 就代表你应该有声音 语无以外的话 那你 如果你 看了一支咪 那现在又没有声音了 那 玩法是这样的 那 你 它这里 是不准 它会有个警告的 不准你去 share 那些录音 所以你们 玩这件事 那时候小心 如果你录下别人的声音 那 有机会 Cuphouse那边 会阻止你 我们先说到这 这里 这是一个 全面的做法 你又可以 一路播歌 又可以 参加不同的乐器 或者两三个人 一起用 同一支帐戈 商量 又变成做节目 那样 这是一个 比较专业的玩法 再来 其實 可能我们还 有办法 可以 做到一个直播 我们做到 怎么可以做直播呢 就是用Cup House 有些人想 开一个YouTube直播 你开一间房间 自己的members一起吹水 再放出去直播 这个时候就要 开多一个账户 我当我现在用这个账户 就是用来做直播 其实 你是不会用这个 用来听声 用来做其他东西 其实我全程 只是把 这个Cup House的声音 就是在第七、第八频道里 我推大它 只能把所有声音 这个我们不动 接着呢 我们就有办法 可以进去这里 我拿了第二部手机 拿了第二部手机 有第二个账户 再进去 我们进去 这个时候呢 就会看到我的真身 对 这个时候呢 就会看到我的真身 我关一关这边的喇叭 大家会听到我的声音 是由我Banji的帐户 进来的 那我 那我要关一关 因为我现在听到两把声 那我现在呢 就 Banji的帐户 已经有声 譬如你整班人吹水 你要留Banji工作室的帐户 拿来做直播 其实他不说话 那我们只需要在这里 对了 将回 第七第八频 就推大 接着就 导致上 导致上 那就可以了 至于呢 你想怎样同时有画面呢 那可能又用回我之前的方法 用回Apple TV 这样做 那你可以同时有画面 又在Stream出街 那这个就是我 玩了一两个礼拜 Cuphouse的玩法 那至于你说好不好玩 其实好玩的 那但是玩到多久呢 这个Apps 就有些疑问了 因为其实很多人 都未必可能 真的很敢说话 那当一班人 如果比如说 开个check room 聊得久 那就会变成一个小圈子 他们会自己在那聊天 那你有兴趣可以听的 那但是如果你 你经常没有参与 但是 你又喜欢听的 那当然没问题 那但是 其实 如果你又不喜欢说话 那如果听他们的东西 又觉得无聊 那其实在Cuphouse 又真的没有什么好谈 那但我相信 这个技术 应该会 将来 在其他平台都会出现的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就这个时候呢 就学定这些 技巧 怎样可以做到 一些漂亮一点的声音呢 或者怎样拍到 一些漂亮一点的视频呢 去做 迎接将来呢 其实将来 我觉得是一个直播的世界 那你每个人 都是一个电视台来的 或者每个人 都是一个 就是一个 内容发表者 那最重要是 你自己有内容 就是你有东西想发表的 那只不过是用什么形式 去发表的 那 那今集呢 就去到这里了 那相信呢 大家都知道 如果用到这部L8 即是有这部L8 那拿来做直播 是非常方便的 那可以这么说 你用其他的mixer 我就回不了了 相信应该很复杂了 再搞的 因为我觉得最方便 是用L8的了 所以我在这个频道 这部机 已经在第二次介绍了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喜欢 即是做直播 这部机 没得省的 那些钱 那今集去到这里了 那如果 喜欢我这部影片 记得like我 那还有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问我 那我一定会回答 基本上 都 有求必应 那 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因为 我将来 会有很多 新的 就是小秘技 可以教大家 那 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那这些 都是我自己去 就是研究回来的 那有时候 可能在其他YouTube 频道上 看回来 那总结回去 用个广东话 说出来 那大家都会有心思 听的 那广东话 教 就是做器材的频道 很多 就是那些介绍器材 但是真的 介绍怎么用 或者 那些软件方面的东西 真的少人说的 那或者 可能 那些人都喜欢买东西 好吗 很少研究东西 是的 那 我也是把我研究的成果 分享给大家 是的 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好了 就这样 拜拜 拜拜